四龙隔古街 这就是凤凰城的特色 凤凰城的巴掘 在前一段我没有讲 我利用这个时候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他凤凰巴掘第一个就是 陀江边上的菜场 以及在河边倒一的女人 就是没菜到小山的渣人 我们都一定看到 第二就是沙湾上的吊脚楼 我给我们大家介绍 我们等会慢慢分享 你们可以看到我给你们介绍 他的第三角就是 北门外的陀江边上 露天的咖啡座 还有第四就是 府域的沈从文房永义的文昌阁小学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一个在这里出世的人 叫做沈从文 他是一个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家 非常的有名 还有黄永玉也是 那第五节叫做黄思桥的古城 那第六就是文庙 三王庙 武侯池 还有文昌阁比价城 这些都在这个凤凰古城 我们如果是穿着土都怕得到 那第七呢 我们说有两个人很有名 一个是沈从文 一个是黄永玉 这个黄永玉 它有一个题字 叫做理发殿 不是理法殿喔 理 发源的发土地的地 这个地方 为什么说叫理发殿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师傅 很厉害 有一个推拿的绝活 就是说按摩的高手 好我们开始在逛古街了哈 逛古街了哈 逛这个古老的街道 那在这边哈 特别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会有他们当地的 他们这个地方的陪同 地陪哈 会帮我们做导览解说 那你看这些老街哈 替门都没开 有时候 做行李不用太认真 现在因为中国很有钱 这里的人在这 开店的人都已经是贪贵了 你看沿途 这个用这个衣扇这样装饰的 非常的漂亮 下面的一楼主要分为十条展厅 中间的每个厅 旁边的向往和最后一间五条展厅 那我们接下来就往前面哈 往前面听他怎么导览哈 他主要是看里面的大圆桌 那在谈到这边哈 大家哈 慢慢那个欣赏 那我就要来谈一谈 这个沈从文的故居 人家这个故居是怎么去哈 是怎么在这个凤凰古城 那里有名 那里有特色 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文房 墨宝 看到他们一些收藏品 所以在我们每一个小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古物 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 可以看到你看 敦礼堂 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宝物 真的是大宝贝哈 所以说沈从文故居 从191902年12月2月 沈从文他出生的时候 是在这个凤凰古城 这个中营街里面的一个典型的 南方古市的 古代的那个四合院里面生的 就是这个沈从文 他大的收子 他出生的地方 这个四合院里面有分 那个前后两镜 中间还有一个荒块红石铺层的天井 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一看到 两边是厢房大小共识一间 房屋的那个厨里面的那个 是穿透式的那个 木结构式的建筑 采用一斗一眼 盒子墙 他把它做起来 还可以看到他的外面 那个码头墙的装饰的熬头 和那个铝花的花窗 所以沈从文的厨可以说 是小巧别致古色古香 所以整座建筑物 具有浓浓的湘西 明清的建筑特色 我们刚刚也都有看到 也都有看到 我们在这里拍一张大合照 我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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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银也有 刚刚我们有看到沈崇文的故居 还有会一个非常有名 熊西林的故居也是在这里 它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西林的房设 房子的建筑是川门市的木结构 也是歇山市盖的小青瓦以木材为主 所以这里面就是非常名人在这里出示 科学这个地方是风水地理很好的地方 东门城楼我们也是一定会去的 这是当年那个苗族抵御外清的时候 胜利后守进的门 所以也叫做湘西凯贤门 也让这个当地人蓬碧生非 还在这里有一个阳家宗池 显赫地位 这个我们的领队也都很 导游都很贴心 比如说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客人 哪里有厕所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都是都是那个名人的故居 名人的故居 之后我们还会去投江 我们还会去坐船 所以投江换州 这也是必去的地方 还有东门的城楼 还有北门的票研 还有虹桥的风雨楼 古城的博物馆 古城的文物馆 这些都必定要看 还有我们会走过石板街 加上古城的夜色 那真的是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小镇 凤凰古城 你看我说到这样 嘴感很好 才是就是在谈凤凰古城怎么名 我们这里现在看到就是我刚刚介绍的熊西林的古街 它是我们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西林的厨 所以真的都是一些名人 加上这些名建筑 真的是古色古香 让人真的很赞叹 赞叹是说像东城门的城楼所建造的 所以建筑物的吉布 它都是很对立的 很什么人说 都是很对立的 两个都很协调 很协调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熊西林的故居 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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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K